那我們就在這邊先簡單的聊一聊 就是你可以談一談 你喜歡什麼樣類型的作品 出版的作品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在開始閱讀也是這幾年的事情 因為我本身是理工科大學 所以我其實會讀不太下書 我覺得因為我很好懂 就看書看了五分鐘就想出去打球 所以我其實開始閱讀是在腳斷掉之後 因為我只會有這種沉默 也不能出去玩 就只好練吉他讀書 然後其實我發現我閱讀的種類 會跟我聽音樂的習慣一樣 因為即使每年都會有很多新的音樂出來 我發現我還是最喜歡那些經典的老歌 所以有時候我發現我看書也喜歡看一些 譬如說我最近覺得 我就會覺得老人與海是為止 會喜歡這個 因為看完那個故事會覺得 因為我小時候有跟我爺爺出海捕魚過嘛 真的 所以我看完那個故事會覺得 哇 會覺得哇 其實這件事情是很 這樣有性格而且很man的 所以有時候閱讀會賦予你的一些回憶 它是會有 變成是有意義的 然後我也可以從中獲得一些能量 所以就是一些老書 對 我發現有一些書籍是會 看完會讓你的就是內心很平靜 或者是有些書籍它會 就像出國一樣 只要看這本書 你就會彷彿到了異地或者是出國的感覺 會開拓你那個創作的視野 對 嗯 那麼 就我所知道 在明年的台北文記書展 你也要發不了一份 你自己的著作 對嗎 對 會 所以這邊可以先透露是 什麼樣的作曲嗎 嗯 它會比較像是 就是在之前 然後可能就我出道 或者是在更之前的 整個人生的歷程 有些有點像紀錄 然後我也會在裡面有些 像攝影 然後或是素描的東西 圖牙 所以這個是你平常比較 被人家知道的創作面嗎 另外一種層面的創作 對 像是 也是一些 一個紀錄 然後很開心是用 書本的方式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小時候會跟爺爺一起出海去 鮑魚 所以 特別是在看完這本 就是《老人魚海》之後 我覺得 它賦予我這一段回憶 有另外一種意義 會覺得 哇對抗天氣以及 那個強烈海風 然後並且 補道魚是一件 非常性格 而且非常搖滾的事情 所以 有時候閱讀也會 你也可以從中獲得一些 能量 對 廣東想問一下 你知道芸汐他都在每個他的單曲中 有調侃你的早看歌嗎 我知道 而且用質不是很文雅 我知道 那你自己的感覺呢 可以跟我們聊一下嗎 我覺得 每一個人 每個人創作都有他自己的立場 然後他想講的話 我覺得這樣的方式 用音樂表達是很好的 我當然也覺得他的想法是很酷 但是我覺得身體健康還是滿重要的 所以不會生氣就對了 不會不會 我就有思考一下 我就覺得 我可能不太適合走西他這條路 你還是要堅持要吃早餐就對了 所以下次創作會用這種方式來 吃早餐也是很容易 反擊嗎 對 我想這個 就是吃早餐是我一直都提倡的 然後 我覺得聽眾他們會自己選擇 他們想要 他們喜歡的音樂 或者是 他們覺得這個歌手的想法 是他們想要跟隨 他們聽眾自己會有確定 對 聖誕節 就是工作 以及 工作 然後 對 那今年的跨年 工作 不在台灣 在內地 所以 可以透露一下 把最後一個跨年的倒數留給你的地方 目前會是在武漢 對 第一次在台灣之外的地方 跨年 是 好 謝謝 謝謝 我在 Cuando 放空 不好意思 拐年